学习归在落实 如果没有落实 那我们是指使节悟 节悟跟清正有很大一段距离 而且只有节没有正 还有一个麻烦 磨来扰乱 也就是明文立扬 彩色明十岁的勾引 你能不动心吗 如果是证悟呢 你就有这个能力 一切诱惑 你不会理会 为什么 你真真了解 这一切诱惑都是假的 凡所有相恶皆是希望 所以这个诱惑对你帮助了 不但没有伤害帮助了 帮助成就你的定力 成就你的智慧 也就是你经过考试 经过这个关通过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节悟没通过实验 没有通过考验 你还考不出 这是古今中外 我们将大修行 大成就的人 我们看到了 功夫不成熟 被墨 被墨 又获得了 他在经济里 齐心动念 他就失败了 考试不及格 最可怕的 跟着墨走路 在境界里 又生起贪嗔之满 这个念头 他又生起来了 这就说明说 节悟的时候 这个念头 是被他的 知己控制住 好像不去陷阱 境界一陷阱了 经不起 诱惑 又陷阱了 这就堕落了 这是说明 菩萨修修 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 真的叫无量节 就是因为 进进退退 有的时候一退 退到地狱去了 从地狱就出来 好难啊 时间是愣结算的 遇到佛法 再修行 他按了也有种词 再修行 修行还要 同样要经过考验 经不起考验 又退了 麻烦在此地 降下来说明天才就像您 clan 下来 morgen命之后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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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dise